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难过的时候 也可以哭一场 至少我的肩膀可以给你高 我工作的笔记本好像不见了 是这个吗 不是 这是今年的 我入职以来每一年都会留下一本 就放在一个纸箱子里 这是我所有的工作笔记 千万不能丢啊 别着急 我们问行政吧 小王 我有一个纸箱子 里面放着我的笔记本 你有看到吗 是不是一些棕色的笔记本 上面还有年份 对 宋总说那些都是没有用的垃圾 让我们处理掉 现在应该在杂物间 要更方便一点 只要方便一点 是这个吗 这么多 我这么认真 你好 你好 我是做回访调查的 好 那请您跟我这边走 好 女士 您是喜欢成熟稳重的呢 还是喜欢年轻活泼的呢 比较喜欢成熟稳重的 在这里 一年交六万九千九百九十九 就能匹配到一个年薪百万的男友 一次性交亲三十万 就能成为终生会员 包成功 即使离婚 也可以回来再免费匹配 一笔钱 就能买断你一生的幸福 如果爱情真的可以明码标价 那我也将不再期待爱情 那是你入职领课的第一年 对 怪不得你再也不相信爱情了 人家都说 爱情像古语 每个人都听说过 但就没有见过 我也不是不相信爱情 只是不相信 几率那么低的爱情 会降临在我身上 与其期待这些缘分 那还不如把心思 放在看得见摸得着的东西身上 就比如说事业 但是现在事业也不太行 说真的 工作的困难只是暂时的 只要我们能拿出 比送去更好的方案 我们就一定能赢 我知道你着急 也难过 可以说出来 我不希望你什么事 都一个人隐撑着 难过的时候 也可以哭一场 至少我的肩膀可以给你搞 释放一下吧 那还就五分钟了 好吧 就五分钟